民进党改推权动法 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届时还魂负声量居然少五倍 来关心这是根据了TPOC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所显示的最新数字 权动法以及中介法 网络情绪声量还有好感度的比较 您可以看到呢 其实数位中介法 近一万则的负面声量 权动法负声量只有1.7千则 好 看的是中介法 是届时还魂民众有买单吗 执政党有没有大玩文字游戏呢 蔡英文表示说 权动法会让国防更强 票头民进党孩子上战场 并不是事实 是国民党的刻意误导 那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则说 修法有关于国家安全 将参着民主国家法治 各方的意见 让修法更加圆满 没有下架的问题 但真相到底是什么 来看的是呢 在野党呢 这个说蔡英文的保证 早就已经破产了 议员张维元则说 那他想问的是 请问谁上战场呢 长辈要不要上战场 女性要不要上战场 退役后辈要不要上战场 还是只有军人才要上战场 民意党人士则认为呢 会上前线是志愿意职业军人 义务意军人并不会到前线 大家如果是当一般兵的话 不用担心 但是呢 之前呢 说战争一触即发 后来又说不用上战场 这个逻辑是不是相当的诡异呢 现在更被有人 资深媒体人呢 来独家揭露了这个事实 你来看看这些文件 独家的动员造册 早就偷跑了 这个法修正之后呢 还没有整个完整的通过 但是来看的是 居然已经偷跑 先跑 先来做了吗 落军 打仗 产军须 这些都是 他们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娃娃兵变成了所谓的绿卫兵吗 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就说了 文件曝光要求学生要慰问 要落军 甚至呢 还有善用新媒体来宣传打击假消息 甚至还有生产军需 证实了蔡政府 你说谎 将尚未修法的内容 提前偷渡 偷跑 偷坐 偷执行 企图将16岁的学子 彻底达到成绿卫兵 而且告诉大家 这些文件呢 是从去年7月 不是今年喔 去年7月早就已经着手来建制了 根本就是提前偷跑嘛 好 权动法修法这么多的一个争议 陈建仁呢 之前在立院备巡的时候说 14天之后会下架 不过后来 这个行政院又出来澄清 蓝英质疑如果要下架 为什么还要完成14天的公告程序 根本也不符合程序正义 而且权动法的修法更加证明 只要票投民营党就是青年上战场嘛 但你关心 陈建仁还说 草案公告14天之后就会下架 等待收集各界意见来整合以后 再决定要不要推这个修法 那这个说法就更加的奇怪 因为这样子的话 到底算不算完成 所谓的14天的公告程序 在程序正义上面 实际上是相当说不过去的 如果要下架 那为什么还要完成这样子公告 那下架以后 这个公告程序算不算完成 未来推动修法要不要重新公告 这些都是各界所提出来的质疑 那更重要的是 整个国防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的国防部不要一直画错重点 EUE延长的配套 还有我们志愿役 兵役的一个检讨 兵力的检讨 如何让志愿役还有EUE之间的搭配 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防卫功效 还有战力 这恐怕才是国防部应该要琢磨的重点 权动法从预告到下架 造成了这么多16岁以上 家长的这个恐慌 证明民进党的主政之下 这个台海局势 民众是觉得是危待的危险的 所以呢 民党应该要怎么样思考 来促进两岸和平 不然的话还是改变不了 人民认为说 如果票投民进党 孩子就要上战场的这样的想法 我确实在立法院 因为他询问的关系 我说需要下架 但是实际上预告的法律 到预告期满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移除 所以并没有下架的这样的用语 权动法的修法 是有关国家安全 我们一定要权力以赴 把它修得更好 好 权动法的修法 引爆了争议 现在呢来看的是 陈建仁行政院长却改口说 改口说没有下架的问题 会参考各国的法律 搜集各界宝贵的意见 权力以赴 让修法更圆满 议员侯汉婷同批 南投立委补选赢了 民进党就开始骄傲了 民进党开始这个骄傲了 民进党已经开始 有这种傲慢的态度 就刚选完了之后 他马上要干嘛 陈建仁就说 我们这个权动法 没有要下架了 对吧 就是傲慢啊 先前因为有选举 所以就怕东怕西 但现在一看到 自己可能要胜选了 干嘛 权动法又要开始推动了 可以直接改口说没有下架 下架两个字 是陈建仁亲口说的 在打选立委的时候 亲口说要下架 现在又改口 没有要下架 就公然反... 修得更周延 还要更周延这样子 对吧 就这种荒谷的事情 都干得出来 所以我们就继续看 欢迎民进党继续骄傲 继续乱搞 因为欲使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不仅是给国民党 一个当头棒喝 也能够稍微让民进党 有点轻飘飘 这样最好 这样2024的话 那还是非常有机会 因为毕竟2024 大家才能够更加的体认到 那个时候就不仅是说 是动员基本盘域了 那个就是像我们讲的 浅蓝的以及中间选民的 都愿意站出来 那些人是抱有高度的道德要求 而且是对候选人 或对国家大人 是真正担心 他们是担心 要让民进党执政的人 所以2024还是非常有希望 全动法连日来 引发了管制媒体 跟动员青年学生上 正常的争议 那陈建仁说 没有所谓下架修法的问题 还会继续来收集各方的意见 来进行更好的沟通 来完成这一项 攸关国家安全的修法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说 这代表是民进党 现在骑虎南下 要找一个台阶下 来听一下罗志强他怎么说 其实民众对全动法 最大的两个礼仪率 第一个就是 你动员了16岁的青年 那大家觉得说 你到底是在准备什么 所以它引起了家长 跟年轻世代的很大的恐慌 那民进党一方面 就是说也在强调避战 但是很多的作为 让大家觉得可能背道而驰 第二其实更严重的隐含在里面 就是他想要透过全动法 再次对媒体进行钳制 那这个阳谋被大家看穿之后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要转化别的方式来做 因此全动法在目前为止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下架或是它要撤退 而是它会用别的形式来包装 它想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全动法在媒体钳制的部分 它已经经过第三次的转换了 第一次就是数位中介法 经过很大的反弹 它就暂时掩冰袭鼓 但第二波来的其实是选霸法 它又想埋在选霸法里面 但又到一波反弹 第三波它就用国家安全为名 用所谓的全动法把它埋在里面 那再次遭到反弹 所以这边我也呼吁民进党 民进党如果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一直想要用透过前置媒体 前置网路舆论的这样一个想法 来去站在民众民意的对立面 好的确 这个国防部现在是在被外界炮轰说 没有经过跨部会沟通 就你抢新公告修法内容 只说这个举动根本是民进党政府 先前强推数位法 被舆论踏法之后 又再以全动法届时来还稳 那时事评论员董之森也分析 这个法案最后总会在这个 总统大选之后才会有动作 我判断前动法 虽然会被些微的讨论 或称为下架或怎么样 但是在选前大概不会再讨论 应该是总统大选以后 才会有可能的一些动作 但是如果你照这样的进程来看的话 那邱国正到立法院是必然的 他一定要去 就好像那时候陈明通抖了好久 抖到最后因为要省预算了 那只好出来 出来既然还讲林志堅是烟疫 那当然就是又引起一个鲜然大波 那邱国正其实一般来讲 曹伟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坏 那可是因为他秉持了 因为两岸现在被挑起来了 挑起来他是国防部长 他很多东西 他必须要去做处理 那这处理当然 你一定要加强自己的金辈 金辈很简单 跟美国买武器 年轻人你要延长兵役 这些东西是必然的 你如果是真的要碰到战争 这是必然的 任何一个党来执政都会碰到这样 对不对 过去国共很激烈的时候 我16岁我就是金门的那个自卫队了 我16岁就被编入金门自卫队 那时候国共对治这么厉害 金门怎么可能自身事外呢 那时候打传统战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必然的一个气势 可是我觉得邱国正 大家比照觉得他比较烟亡 因为他其实是受到上面的指示 要求你把这些东西弄出来 那弄出来以后 当然因为民进党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下被打成这样 所以党团马上撇清 立法院党来说 你也没跟我们智慧 没有怎么样 那其实民进党过去 知不智慧差别不太大 因为他认为 我们在立法院过半数 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碾压 那明天他只是一个话题 那我觉得说邱国正 他的立场其实 从来没什么变化 那这一次会引起一个话题 当然最主要的16岁的人 就要被纳入 被教育部纳入了管理 然后还一个是跟新闻自由有关 都让大家觉得 匪夷首次是什么时代的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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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